为啥有人宁愿坐24小时绿皮车 也不愿意去乘坐高铁 其中有很多猫腻 不知道你感受到了吗 现在国内的高铁四通八达 而且速度要比一般的绿皮车快不少 乘坐起来作为更加的宽敞舒适 而且整洁度也高出不少 那么为什么我国的很多人 依旧愿意乘坐更为原始的绿皮火车 而不愿意乘坐高铁 去节省出个小时的通勤时长呢 难道时间不宝贵吗 事实确实如此 如果你经常乘坐火车出远门的话 就不难发现 虽然现在我国的高铁建设和高铁里程 已经居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了 而且国家现在正在着力打造 所谓的高铁试试通 所以乘坐高铁出行其实很方便 不过依旧有大批的国人 在抢着购买绿皮车的票 难道高铁变好了 还要被民众们嫌弃吗 其实不然民众们之所以如此 不是因为高铁不舒服 而是另有原因 其一票价差距太大 人人都知道绿皮火车的舒适程度 远远不如高铁 但是大家也都不傻 知道高铁的舒适程度 是使用盲贵的票价换来的 同样的骑驶距离 同样的目的地 乘坐高铁和乘坐普通的绿皮火车之间 票价相差很大 有时候这个票价差距能多出来一半 绿皮车300块钱的票价 换成高铁的话 就可能会需要支付600左右 如此巨大的票价差距 让一些生活水平不是很高 收入不多的人接受不了 其实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印证 我国的高铁明明四通八达 有人愿意乘坐24小时的绿皮车 却不愿意乘坐高铁 在每年春运的时候 国内的那些四处奔走的农民工和外出务工者 他们的收入不高 挣点钱都先给家里带回去 改善家人的贫困生活 而高铁票和绿皮车将近一半的票价差 对于他们而言就很难接受了 毕竟几百块钱在他们看来都不是小数目 现在经济状况不好 普通人就不愿意乱花钱了 既然多挣钱比较难 那就选择多省点钱 其二 我国的很多人员有大把的时间 乘车时间充裕 办事或者是出行或者是回家都不着急 如果乘坐高铁过早的到了目的地的话 反而因为自己人生地不熟在当地无聊 所以没必要为了赶时间而乘坐高铁 乘坐普通的绿皮火车的话 既能省钱又能打消了自己无聊的时间 这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其三 有些时候高铁缺少握铺票 或者是握铺票卖光了 这也是让人们舍弃高铁票 购买绿皮火车票的一个重要原因 很多时候高铁在晚上根本就不运行 旅客们如果想要晚上出行的话 就必须要乘坐普通的绿皮火车 这根本就没得选 还有些时候乘客们出行很累 想要趁着漫长的旅途休息一下 所以就想找个有握铺的火车 这样的话乘车出行和自己休息两不耽误 而高铁缺铺票很少 或者是有票卖光了 这就逼着人们必须选择普通绿皮车了 我国的高铁里程已经位居全世界第一了 但还是有人宁可乘坐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 也不愿意乘坐高铁 这其实与烟民们抽烟也有关系 大家知道 我国的烟民数量在建国后持续上涨 现在已经是全世界烟民最多的国家了 除了很多男性抽烟之外 一些年轻的女性抽烟的势头也在逐步抬升 在乘高铁出行的时候 高铁车厢内是全面禁烟的 漫长的旅途对于一些烟瘾大的男男女女们来说 简直就是煎熬 她们无法接受自己在旅途的几个小时内不吸烟 甚至有些时候 很多人还会偷着在高铁的厕所里边吸烟 继而触发高铁的烟雾警报 造成高铁紧急停运的情况 一旦出现这种轻则需要罚款 重则拘留加罚款 甚至可能会被国内的火车系统除名 以后就再也没办法乘坐火车了 而选择乘坐普通的绿皮火车 虽然舒适性差一些 空间小一些 但是不管怎么说 能抽烟就行 这部分喜欢烟雾缭绕的人 肯定觉得高铁不太友好 还是认为普通的绿皮车比较亲切 暂缓自己的烟瘾 因此 这部分人群为了抽烟 也会选择乘坐绿皮车 随着现在高铁的发展 乘坐绿皮火车的乘客 已经被分流了很大一部分 因此 现在绿皮车的拥挤程度 也不如之前了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会不会再去试试绿皮车呢